别感谢总统夫人周美钦 因为拍片初期 许多企业赞助 其中赵峰银行和中国商营 都是周美钦前线 一入资金才完整呈现 台湾的美丽与哀愁 也让更多人愿意为这片土地 尽一份力量 保护台湾国土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但是就政府的角度 是不是应该要做得更多 就如刚才讲到的 山坡地的住宅 有340处列馆 但是地方政府 确实会因为必须要保护建商的利益 或者担心房价的问题 不把明确被列管的位置给标示出来 这相当请李扰静 不带我们了解 这的的确确是你所熟悉看到的状况吗 这个300多处 有很多都是很早以前盖的 所谓危险的地方 那我要补充的是说 大家以前都怪国土三法 尤其地质法 没有立法 那终于在国道三号七五段大左山 终于朝野两党 不敢受建商的压力去打 终于通过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以来 这两三年立法通过以后 对于地质敏感区 因为在地质法里面很清楚规定 有坐落在一部分 或全部坐落在地质敏感区 不管你是高速公路也好 不管你是住宅 山坡地社区 不准你开发 如果你要开发 那一定要做出地质安全评估报告 而且要送到公正的第三单位去审查 很遗憾的压力又来了 一些选举可能有政治现金 一些政治压力 所以地质敏感区也一直不公布 那地质法的这个法 终于通过以后搁在那里 没有真正去落实 这个的确是 如果院长江一外院长 他重视这个问题 其实应该拿出魄力来 以前冠没有法 现在有法 有法又说法又怎么样呢 第二点我要补充的是 政府从921大地震民国88年 整整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编列了不少的预算 几十亿的预算 请这些专业技术工业去做耐震能力的详细评估 就是建筑物 但是记住只限于工业建筑物 就是政府的大楼活动中心 警察局什么学校这些工业建筑物 对民间的我刚刚提过 内政部民间署的资料是75万栋 300万户的私有住宅 这个都是30年以上的老旧建筑物 这个都是非常危险 那也不到 不要0.23个Z 就是不是像刚刚讲 921大地在台北只有0.135个Z的那样地震 倒一片的房子 这一部分政府现在是没有作为的 没有作为 我说至少你应该编一些预算 让民众知道说他住在危险的 不耐震的地方很危险 就像主持人 你拿到民众现在有意识 对 当主持人一直在提说 你那300多处在危险的山坡地 政府应该要公布 那么你也应该 政府是不是要有公权力去介入 甚至在郝大爷的时候要强制的驱离 这些其实都是政府该做的 所以刚才理事长也特别像江院长喊话 说要拿出魄力来 江院长这次也去看了纪录片了 出来之后很受感动 我就承诺 承诺说要开一个跨部会的会议 主要针对了稻采杀石 另外就是山坡地的超限利用 还有国土的永续发展这三个区块 针对这影片里头看到的问题 我们来进行处理 那这下就要问很奇怪了 难道影片没有拍到地方 政府就没有看到吗 难道今天没有去看到这部纪录片 政府就觉得问题都不存在吗 其实蓝头的问题就是 刚刚影片介绍的清净农场谈到 清净农场那边是问题很严重 那知道不知道知道 那监察院也是要弹劾要什么 那地检署也进入了 但是最后好像都拖得很慢 而且他判刑确定大概都是根据水保法 或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件判的 那个判起来都蛮轻的 因为我自己有参与鉴定好几件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我们政府应该是要 这些危险都要强力去执法 而且也要给老百姓一个观念 就是说你台风好雨过后 几天不要上山 不是台风好雨会垮 隔几天还会下来的 然后我们那个赫薄台风 在神木村最有名的神木村 他出水坑溪是几天后出来 七天后出来土石流 所以这个时间不要去 那保平安一下嘛 那再来一个 就是说谈到地质法 我会感触很深 地质法不是 不是两天前通过 以前通过一次还被他挡住 挡住又摆着 立法院三读通过后挡住没有公告的 中华民国史上也很少 被挡住了 利益团你挡住挡住 不公告 拖到 这个 气质我们那个什么美丽的 我把上 我把上叉林 被压到里面的案子 滑下来 赶快通过 不过说到政府的议题 因为 先前江院长说要来开个跨部会会议 可是像台大地质系的 程文山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 他就说跨部会 就是什么都不会 政府到底该怎么做 等一下进段广告回来 也持续要来 请 今天很多的台湾民众是进了戏院 看到了看见台湾之后 回头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国土被破坏的这么严重 但是身为一个政府的角色跟高度 怎么也必须要透过看纪录片才知道问题在哪里呢 像段老师你刚才特别有讲到都根 我觉得现在都根感觉起来好像不怎么符合我们国土的需求 不过其实李红元李部长他讲到的是防灾型都根 我知道台北市现在所有搞的都根都是让你容积变多 变多是什么吸引更多人来住 其实方向不对 应该就是说我做的都根 我是希望我原来最早没有考虑说我不透水面积增加 我在这次都根的时候我要把这些补救回来 就以前造的孽 够人走呀够人都把他堵救回来 这才是对的啦 那所以你防灾型都根是对 就是说我也认为公共设置保留地多 应该想办法用这样来处理 那我们台湾说活动断层多嘛对不对 那我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个活动断层 你以后坐二高 如果去高雄 最南部通过燕潮收费站 再往南叫中寮隧道 中寮隧道你车子开进去 或者你坐车你注意看旁边 进去大概20公尺 那个活动断层一拉开60公分 南部人比你们北部人乖多了 不吵 北部如果是什么一个隧道 有这样还得了 所以我说这个媒体也麻烦 关注一下南部人 连讨都来不及讨 所以这个防灾型的都根 就是首先对于不耐震的 海沙屋严重的 这些很容易在地震当中 一下子倒掉的 这些房子是要先拆 那不是说你所有的租屋同意才拆 现在问题就是因为土地的所有人 通通要盖章 要不然拆不了 这时候工权力要介入 当然像我刚刚提过说 在921传到台北140公里 才0.135G就倒了 其实中寮道的那个是设计错误的问题 偷工检验 各案不谈 讲通案来讲 现在其实除了防灾型都根的这个观念 推出来很好 大家应该鼓掌 更重要是什么 我刚刚提过 全台湾有75万栋300万户的资料 这所谓老旧建筑不堪一己的 这是官方的资料 这些资料 为什么政府不愿意花一点点的钱 让他们知道说 你身处在非常危险的建筑里面 你让大家有心理准备知道怎么样去处理 因为一般的百姓就想到说 我要花几十万去配合去盖新房子 我不愿意拆 我搬了要费用等等 就我用很难听的话叫苟且偷生 这个话是很不尊敬 但事实上就是这样 因为他不知道危险 他永远想说地震永远都在中南部 地震永远都在山里面 所以我们除了进了戏院 看见台湾的美丽与哀愁 然后有非常大的共鸣之外 还能够做一些什么 这其实不只是政府 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责任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 也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点亮房式建筑在亚洲 跨世纪六大品牌 联手打造船式建筑 荣耀新装副都心 远雄中央公园大气完工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时尚玩家 老贝你给我开玩笑 算了吧 这也不叫这个 老贝你